我觉得你们俩根本不需要我们交 你们一点都会过得不比我们差 我们还未必有你们幸福 怎么就不浪漫了 八天在酒店从初一过到初八 一下飞机她就跟你 哈喽 多浪漫 你要想想有多少女人 就在跟自己的丈夫同床共枕 去猜着她可能跟别的女人有一腿 你有这样的担忧吗 你虽然那八天你很难受 你满肚子的气 你就想着我下了飞机 我怎么报复她 但一下飞机她露出一张笑脸 你马上就笑了 这不是浪漫是什么 我告诉你 一个浪漫的男人 遇上一个现实的女人 那是悲剧 一个浪漫的男人 遇上一个浪漫的女人 那是小说 但一个现实的男人 遇上一个浪漫的女人 这就是生活 你们就是这样 男人太浪漫 不太会有担当的 女人要是太功利 那生活往往也是不快乐的 女人是一个家庭的氛围 她如果是浪漫的话 这个家庭是温暖的 她如果是现实的话 这个家庭是备有压力的 但如果一个男人 她是家庭的支撑 她太浪漫了 她就不会有担当 但是她过于现实一点 她往往是有支撑的 所以一个现实的男人 遇上你这样一个浪漫的女人 这就是生活 浪漫是什么 浪漫的背后 就是最不浪漫的肖母 你们三十岁才遇见彼此 兜兜转转遇见彼此 现在过得这么幸福快乐 这不是浪漫是什么 浪漫就是一辈子 只爱一个人 过一辈子 在现在这样一个 爱情素食的年代 你们彼此互相这么信任 只不过是有些幸福的 吵吵闹闹的小烦恼 你还要这么浪漫 我告诉你 就她这个木头脑袋 她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觉得她挺浪漫的 她每天查公司航班的信息 然后知道自己做错了 跑到机场去接你认错 这就是她这种人的情商 而且这种浪漫很可爱 你有信任 她有担当 你有浪漫 她有支撑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家 别做了